哈囉各位Foodie 我是Liz 這一集節目我們要來揭開 嗜酒師的神秘面紗 我訪問了今年的亞洲最佳嗜酒師 在米其林二星餐廳 LOGI服務的Kevin 盧凱文 請他來聊聊 嗜酒師是怎樣的工作 需要具備哪些專業的能力 在米其林餐廳服務又有遇過哪些 奧客或者哭笑不得的事件呢 那這一集節目 因此也是我們的全新訪談單元 餐桌背後的秘辛第一集 我將邀請餐飲行業的各種職人 嗜酒師 餐廳經理 調酒師 甜甜主廚等等 來聊聊他們的專業 他們如何進入這一行 以及在餐飲業工作曾經 邂購的光怪路里 如果你有推薦的訪問人選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那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那麼 廢話不多說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亞洲最佳嗜酒師 Kevin 的內心世界吧 Kevin 我知道你其實大學念的 不是餐飲相關 淡江財經系 對 可是你是怎麼樣跨入葡萄酒這一行 在財經的時候其實 就跟每個大學生一樣嘛 大家就覺得說 就是財經 可是你那時候也是對未來有點迷茫嘛 所以同時間我又俯修法文這樣子 你是因為俯修法文的關係 才接觸到葡萄酒 本來之前就有在喝這樣子 可是沒有真的就是 像是陷進去的話 算是 學法文之後覺得說 好像是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然後你會一直想瞭解 但你一開始為什麼會對法文有興趣 那時候好像那個時代大家就學很流行第二外語 那個時代是什麼時代 我要解一下 那姊姊跟你差太多 沒有我們應該沒有差很多 應該沒有差很多 就是2000年左右的時候 2000年 2000年那一段 OK 應該差不多 果然同一世代 然後應該是OK 2000年 你說那個時候是哈法嗎 沒有第二外語 流行第二外語 第二外語 但是那個時候大家也很流行說 要學西班牙文 對啊 還是日文啊 或是葡萄牙文 日文已經哄很久了 那時候大家會學說 學日文以外的語言 然後那時候也有很多的科技公司 去中南美洲設廠 也會去歐洲設廠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很流行說 要學第二外語 有些要歐語系的 所以你一開始對自己的想像是 你會去這種跨國企業上班 然後先來學一個歐洲的語文 沒有欸 那時候沒有想到做什麼 那時候還沒想那麼多 只是想說 那學一個好像就是 好像法文好像 好像還蠻有用的這樣子 他們就說 那時候不知道 聽哪個老師講 他們就說 西語跟法語最有用這樣子 他們就說因為人口實用度比較多 常聽到這個說法 對對對 但是真的學了之後 你反而是進入了那個國家的文化 對 然後他們又說西班牙要打蛇 這樣我想說 我不太會打蛇 那學法吧 那不行 對 很困難 對 但葡萄酒到底有哪裡吸引你啊 你怎麼會就這樣栽進去 應該說多樣性很好吧 因為我們家裡其實喝蠻多威士忌的 喔真的喔 為什麼家裡做什麼 家裡做什麼 沒有就是 因為威士忌很便宜啊 台灣威士忌水很低嘛 所以就是家中的飲料嘛 喔真的喔 做我餐飲嗎 對對對 真的喔爸爸吃飯就是開瓶威士忌 平常家裡大概就有這個習慣這樣子 不一定是爸媽這樣子 就是家族就是會 欸這個樣子這樣 所以就會是說 大概有喝威士忌那 那小時候可能跟著喝你就覺得說 喔好像喝來喝去好像就是 酒精度高啊 然後自己很容易喝醉 對 然後想說那喝一個酒精度比較低這樣 喔是因為這樣 葡萄酒的多樣性又很夠這樣 然後就是 各種很多XYD加在一起 就說欸好像這個還不錯這樣 投入成本其實蠻驚人的 就是每次都要喝那種萬把塊的 要花自己的錢這樣子 對 是蠻可怕的 可是在這行業之後就是 你有很多機會就是去試種酒這樣子 所以是為了省錢 也沒有一開始沒有想那麼多 一開始沒有想那麼多 後來就 有點像是越投入就是越做越多 會有種就是 隔天會自動早上起來 因為你想繼續做 你想說欸 我已經好像休息夠了 有一種就是覺得說 睡覺休息 只是為了隔天儲備能量 然後想要一直繼續push 哇塞 六狗主廚聽到這的話 應該會很開心 然後覺得我的員工多麼的努力 他也是這樣 他其實也是有 他其實也是這樣 然後我們其實都聊過說 平常是怎麼準備 就是他說他也會這樣 就是突然有個idea 水板起來就會寫起來這樣子 真的很有熱情欸 我也是會就是突然一半 然後就是說 我好像有一個idea 然後就說那不要水了 然後就可以看資料這樣子 我也會這樣子 但是因為你現在已經在米其林二星餐廳工作 而且拿了非常多大獎 那但是回到飾酒師的開頭 這一行好入行嗎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不算國外的正式工作 是從學生時代開始到各式的小餐廳 私人的那種家館管理他們的酒窖 欸我覺得入行門檻算很低了其實 就跟像每一個的餐業一樣 欸你想可以做路邊小吃精簡版的 Wine Bar 如果你想做高端的 就是跟廚房應該有點類似 就是說易學南京這樣子 所以是只要去餐廳應徵 我要打工 那我想要做酒水服務 這樣就可以了嗎 算是吧 我那個時代是這樣啦 可是那時候就是因為證照才剛開始 然後想說我才剛學財經 就是假如說好像沒有關聯嘛 所以就是想說去考一下證照 就是大家知道說 什麼證照 就是那時候WSD剛進來台灣 OK 好像是第一年 然後我就去考一下 然後就 就是跟大家說 其實我也有興趣這樣子 然後就是 有基本的認識這樣子 就是 希望給個機會這樣子 就是反正我是學生 學生也不會要很多錢 就是法庭公司嘛 那時候還不知道要做什麼 只是想說賺點零用錢 外快這樣子 然後去買酒這樣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賺的零用錢啊 每個禮拜我都會參加一堂品酒活動 就是那種就是 因為不是酒他們會辦品酒會 可是你不是業內 他們會收一些錢嗎 對 當時大概要多少錢啊 你一個月花在酒上面 一個月那時候 光學期的部分嗎 對 一萬吧 喔 20年前嗎 你有那麼老嗎 沒有沒有 欸 快了其實 我發現 快了其實 可能在十七八年前 十七八年前 快了 每個月花一萬塊學習葡萄酒 對啊 對啊 哇 就是 那時候是大三大 大一大二就開始了 大一大二就開始了 那時候還有人 就是專門做一個網站 就是會負責 就是發說 OK 這個禮拜有什麼 這個禮拜有什麼 那個時候沒有臉書耶 沒有臉書 那時候沒有臉書 就是上網會有部落格公告之類的 對 會有部落格 就是它有點像是諮詢站之類的 喔 對 那你什麼時候認真考慮你要當飾酒師 有沒有一個moment讓你覺得 好我這輩子就是要當飾酒師 不是啊 因為我就覺得說我應該就是要做這個這樣 可是我不知道哪個moment 就是一直做就知道說 喔對我就要做這個 喔 對 那所以畢業的時候 你有什麼考慮 男生那時候要當兵 所以你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 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有時候就是像 原來是雨後春筍開始冒出來 每間餐廳 就開始會有要求要餐飲科系啊 然後就是要經歷幹嘛的 真的 那大概是2010左右嗎 你畢業的時候 對啊 那時候就是 你就看到說 那時候大家其實標準的蠻高的 就是非餐飲系基本上 就沒什麼機會 真的 所以那時候早一早就是台灣都沒有 然後畢業後就出國了 那時候 所以你是因為在台灣都碰壁 你才出國工作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新加坡 那他們怎麼會僱用你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僱用我 真的 因為我有發現說他們對 新人就是白子 就是他們真的就是 願意給機會這樣子 你活不活下來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們就是願意給你機會 可是 你從頭學習的時候 standard就要在那邊 就是會很嚴格這樣子 那去到現場工作的感覺是什麼 到現場工作的感覺 對有被震撼到嗎 有啊有啊 就覺得哇怎麼有吵這樣子 真的喔 剛去頭三個月掉了八公斤嗎 掉了八公斤 很可怕 我倒水就倒半年 倒水又倒半年 對啊 因為他們會拿一份酒店跟你說 我要你確保你的wine by glass 你要perfect 我就說我什麼是perfect 他們就跟我說 我如果問你什麼年份你要知道 喔 buy glass一杯的價格 一瓶的價格 酒莊有什麼特別的 那個產區有什麼特別的 什麼detail就要知道這樣 他們就說 那你知道這個產區 那這個酒廠跟在這個產區 是什麼樣的定位 他是領導廠商還是說 他是屬於black ship 就是 他不是屬於當地的傳統風格 可是他很有名這樣子 他屬於那種比較叛逆的風格這樣子 是哪一個調情 是 然後他第一塊有什麼 讓他跟其他人不一樣這樣子 對 或者說他就是那個酒莊的 不是他就是那個產區的領導酒莊 他就是建立這個產區的風格的領導者這樣子 對 所以你是要內建一個資料庫 在你的腦袋裡面這樣 他們會說 我不會讓你去捧客人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的話 他們會希望你準備好 他說客人不是來這邊花錢給你學習的 他們會說是 你來客人是給他們一個好的體驗的 所以要所有東西都完成 酒一杯單杯是150ml Pairing是125ml 沒有因為白格拉斯價格會上到下下 可是就是說 你要所有品箱都到準準的 他們會給你空杯 就是你要徒手到150ml 到125ml 空到就是 你這個酒瓶 你沒有看 你沒有量杯 你要這樣倒 然後他們會從後面拿一個杯子出來檢查 是不是同一條線上 真的 連續一個禮拜都完美 你就可以去倒課了 哇 那你怎麼樣訓練 中間空杯的時候就是 自己抓東西出來練習 就是你倒完就是這樣拿起來 你這樣量 一樣這樣子 所以假設你這個禮拜到了30杯酒 那個玻璃杯排列出來 每一杯都要對齊 然後今天第三天OK 然後一個禮拜OK 真的 然後你再可以這樣 我可以請問這個是 Find Dining餐廳基本的訓練嗎 還是沒有到Find Dining 一般的餐廳就是這樣訓練 我長大的地方都是這樣 你長大的地方都是這樣 那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三個月 你是三個月之後才開始正式服務 六個月 六個月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除了倒數 還有那個知識的部分 對 就是除了倒完之後 你要面對客人 你要回答那些白格拉斯的問題 他們會一直有問題是問你 你要 他們說的perfect真的叫perfect 就是 23塊錢幣 21塊錢幣 25塊錢幣 30錢幣 就是那個品項就是要那個價格 你講這個就out 真的 就是沒有room是 就是 怎麼80分90分 只有zero跟make it 那我覺得你也蠻幸福的 因為人家花錢六個月 付薪水給你讓你去學習 沒有啊我做事啊 我倒水收桌子 我擦杯子 我做事 這些東西都是額外 是你在你中間空班休息 上班前下班後準備了 他們中間餐期就是 來上班就是上班 ok 但是這些考試也是在餐期之外 之外的 之外的 額外的訓練 不是額外訓練 他們說你要往上走就是要這樣 他們說不然你也上不去 就是sommelier也是有一些hariyaki 對 你會有kommi 像廚房會有什麼sommelier 就會有junior sommelier 就會有sommelier 然後你就會有 junior suchef sommelier sommelier 所以sommelier的這個階層是怎麼分的 就一樣啊 就有點像餐廳 最基層是叫做 就是kommi 就是跟廚房一樣叫kommi 也是kommi 對 然後再上去呢 sommelier 對應差不多就是junior sommelier 然後再上去呢 就是sommelier 就是sommelier 然後再上去sommelier 可是這是比較傳統 現在有reduce到三階 這樣子 你可能一來就是sommelier 再assistant hay 這就sommelier 就是像以前的飯店 不是又會有9階嗎 現在就是縮成4階這樣子 不過一間餐廳要養這麼多494 也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以前在獨立小餐廳 其實就是一間餐廳 配一個494而已啊 台灣情況 我那時候在新加坡的時候 有7個這樣子 哦 哇 那在新加坡工作了多久 四年了 四年了 所以你在同一家餐廳工作了四年 對 前年後四年了 那你最後升到什麼位置 就494這樣子 494 對對對 但是沒有到head sommelier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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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了 已經到了差不多 要變成head的階段 對他們那時候有 可是我覺得就是 有點疲勞 而且那時候 已經有開始米其林說要進來嘛 然後 對就是覺得說 是不是要再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想去哪裡 那時候一直都想去歐洲打工 入價幹嘛的 然後有抽幾個錢都沒中 然後想說 好吧 那就回來台灣這樣子 哦 回來台灣 那時候在台灣的飯店 裡面工作這樣 那時候是雇全館 的酒水營運這樣子 全館 哇哦 就基本上我不會在現場 就在現場 只會是資源的角色這樣子 就等於說 全館的設計 然後資源 或者是說 就是協助教育訓練 或是有活動的規劃 然後 或是營運方面的 呃 營運方面的調度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就是台灣五星飯店的head sommelier咧 對不對 那個時候是 那時候是在做那樣的角色 真的 所以你這樣很年輕啊 你那時候幾歲 27吧 哇 算是破紀錄吧 會不會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那時候算不算破紀錄 有沒有引起別人的嫉妒 沒有欸 應該沒有吧 因為我很少出去走跳 其實都不知道別人在後面戳小 對 我不在乎 沒有關係 哦 那在飯店工作了多久 欸 一年多吧 一年多 真的喔 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 這麼快就心癢了 想離開了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香港的機會這樣子 因為大家就是會知道說 就是葡萄酒會有 呃 以自己學期來講的話 會有兩個title還蠻具有影響力的 像是Master of Wine啊 或是Master Sommelier這樣子 就是會有這兩個title 表示說你是 在這塊是蘇伊爾專攻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這兩個title Master of Wine跟Master Sommelier 會是不一樣的方向這樣子 就是 Master of Wine可能會是 只有專精在酒 然後可是它會走得很深 需要筆試 需要評議 然後要寫一個小論文這樣子 是什麼組織辦的 就是 IAMW 就是Institute of Master of Wine這樣子 是 對 然後 它是英國 兩個都是英國的 兩個都是英國的 對然後 49大師公會的話 就是 Code of Master Sommelier這樣子 是是 對它就是 比較是現場營運的部分這樣子 就是說 它除了葡萄酒之外 它還有涉獵到服務啊 其他飲料的知識這樣子 這個是國際試酒師協會 ASI 那是另外一個 那又是另外一個 對對對 所以 Quote of Sommelier 對 又跟ASI不一樣 不一樣 ASI是國際試酒師協會 那世界最佳試酒師大賽 是 ASI舉辦的 對 那是屬於法國那邊 但是Master Sommelier 就是那個 英國的 那個是一個教育機構 教育機構 了解 然後ASI也有在推行教育 最近這幾年這樣 然後它也有在辦 世界大賽這樣 就是每三年一次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出現了三個組織 對 一個是這個ASI 然後一個是 CMA 對然後IMW這樣子 IMW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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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 of Master Sommelier 對 然後跟IMW 對 就是Institute Master of Wine Institute of Master of Wine 對 了解 所以這三個組織 都是 等於是試酒師的目標嗎 他們的資格或是比賽 ASI的話有 一個Diploma認證 然後也有比賽的部分 然後另外兩個的話就是 單純就是一個自我學習的過程 這樣子 就是沒有說非要學習不可 像有些人在歐洲拿到試酒師文憑 他們可能就不會去考這些考試 這樣子 對 那個就是一個是 像是自我實現這樣子 那香港跟Master of Wine 或是Master Sommelier 有什麼關係 我那時候的老闆 他是其中一位這樣子 喔 所以就是覺得還不錯機會 然後 他兩個資格都拿到了嗎 沒有只有一個這樣子 他是哪一個 呃 Master Sommelier這樣子 喔 所以你當時香港老闆 有拿到Master Sommelier 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對不對 對 全世界是不是只有250個人有 200 不到300個人 不到300個人留 對 所以就是 有這個機會去一起嘗試工作 就是了解一下 欸 是怎麼樣的做事方式啊 怎麼樣的思維啊 這樣子 那他是怎麼找到你的 就是 呃 有些場合人士就是會有一個品酒活動啊 然後就是無意間搭上線這樣子 然後他們剛好有在找人 喔 然後就聊聊聊 就說喔那來試一下 try一下 就說OK好這樣子 在台灣認識還是在香港 國外認識 在國外認識 喔 OK 那所以你就去了香港 對 那大概是哪一年的時候 1919 19 19 OK 還算是香港餐飲界最最蓬勃的時候 嗯 就是那時候有被香港的 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然後服務方式 然後經營的那種 就是覺得哇 是 怎麼樣的震撼 就是說 那種客人的 欸 客人的多樣性我覺得 又跟新加坡不太一樣 喔 對 尤其是那種銀行業啊幹嘛 你就看到說他們如何去 呃 就是去做一些不一樣的活動啊 Event啊 就是招待客人啊 或者說 他們不一樣呈現方式的服務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集團 所以 欸你就知道說 從fine的到everyday的都有 所以你就知道說 在管理方面 酒水方面 會有不一樣的思維 你就說finity是這樣管理 everyday restaurant是這樣管理 然後 你有不一樣的曝光方式 一樣的客人 他可能喜歡 我們集團的concept 他會去說 喔finity他會這樣 可是他的平常 everyday restaurant 他又會是 不一樣的客人的感覺 所以你是集團的191912 不是單一間餐廳 我是 單一間 被吃在一間 可是其他的 的 那一區的那些其他的 brother sister 會要去幫忙這樣 喔 會固定有教育訓練啊 然後幫忙看啊 因為他們的店是 本質上不需要私有私 可是他們會需要有些 還是有酒水服務 因為他們的 裡面的員工也會輪掉 有些覺得說他在這間店 他要去另外一間 所以我們確保每一個員工 都隨時準備好自己這樣子 不會說拘泥一間 所以他們隨時會輪掉 不一樣的餐廳concept 不一樣的知識 可能今天是專門做黎巴嫩酒 請了今天專門做泰國酒 或是有人專門做法國酒 讓大家隨時又準備好這樣子 但你工作那間餐廳 應該是集團裡面最高級的 名氣最大 客單價最高 然後 對 就是 就是什麼東西都最高 對 營業 營業額沒有 應該說萊克量不是最大的 萊克量應該算最小的 是 可是應該最精緻的 絕對最精緻 絕對最精緻 絕對最精緻的 就是你跟你的老闆 那個Master Sommelier一起 沒有他是整個集團的 他是整個集團 所以他基本上他不會干涉我們 他不太會下現場來 是 干涉我們這樣子 你是在反送中之前 對 到了那邊工作 對 但是你應該去沒多久就遇到了 嗯 年底遇到 年底遇到 對差不多一年 對一年的時候就遇到了 一年的時候遇到 你等於是年初的時候去香港 對 對餐廳生意有影響嗎 我們店沒有 你們店沒有 OK 那有學習到什麼 其實很多不同面向 就是 是那種就是跟各國不同的文化協調 我覺得溝通技巧很重要 你要怎麼去take care他們很重要 這不只是酒類知識對不對 對 我們的產業是跟人有關係嘛 所以你希望你的員工每天開心來 他們不開心 他們對客人就不好 客人可能講話沒有這意思 他們覺得 他們會往心裡走 嗯 他們就會走心 他們就覺得說 就是為什麼客人這樣跟我講話 其實搞不好客人沒這個意思 可是就覺得他今天心裡不好 所以是要當輔導老師 沒有到輔導老師 就是說 希望他們開心來工作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 OK就是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新的東西 他們每天都會進步這樣 嗯 就是你知道說 他們不會跟你一輩子 可是你希望說 他們每天來都有得到新的東西 他們會願意一直 來學這樣 他們會一直願意回來 嗯 一定每天會有槽槽下下嘛 可能今天服務不好 大家就是 會被罵幹嘛的 可是他們知道說 不是針對他 他們說就是 就今天的表現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這樣子 就是 對這樣的 音樂方式這樣 所以這個是經營管理方面 就是你管你的下屬 對 的訓練 對 那在 現場服務方面呢 有學到什麼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 非常難忘的工作經驗 非常難忘的工作經驗 應該是說 大家不一樣的生活習慣 覺得 就是你會知道說 香港的大家 經濟技術都不錯 對所以就是說 他們不覺得說這樣 花錢有什麼錯這樣子 所以他們都很樂意 很樂意花開酒 很樂意花開酒 然後台灣會比較低調一點 他們會默默的 花很多 可是不會讓你知道這樣子 會間接比較低調 會不要那麼盈灰 可是香港覺得說 這東西就是他們每天在花 因為大家都是 屬於經濟能力比較好 他們覺得說 這個東西就是 來這邊就是 花這樣這樣 可是台灣會屬於說 怕別人就是 就是說 好像在炫富啊 好像就是太奢華 大家會 台灣會比較低調 會隱隱一點點這樣子 怎麼說啊 就是他 在現場點酒就點酒啊 就是有消費 就已經是 表示他有那個能力了 要怎麼樣去 他們如果點一支很貴 搞不好有時候他們會說 你幫我醒酒 酒瓶不要放桌上之類的 哦真的 說台灣人會這樣子 放一邊 然後就是說他怕覺得說 喝太貴會造 因為我們是開放式 大家會說什麼 就是什麼 泰國奢靡啊幹嘛的 可是 就是香港就不會 他們就是覺得說 在餐廳會有一個餐店禮 他們就是說會有 至少一杯酒在桌上 幹嘛的 所以現在你還是會遇到 很低調的台灣客人嗎 其實台灣人都蠻低調的 哦真的 就是 我們的餐廳的狀況是 大家的 花的其實都還不錯 其實可是大家都很低調這樣 就是大家就是 就是默默吃飯 默默聊天 就是你不會覺得 真的是來享受的 對真的是來享受 就是默默就是 他也沒有想要就是 讓你知道這樣子 可是香港不是嗎 那香港的炫富 香港沒有到炫富 可是他們覺得說 來餐廳就是要長這樣子 他們會有一個 他們會覺得說 就是西餐廳就是 會是這個樣子 他們心中的 想說就是 要一杯酒 然後就是說 要一個儀式感幹嘛的 欸那常有人說 台灣的客人都不點酒 都喜歡自己帶酒 就覺得在台灣餐廳 酒水比較難賺 那好像國外 甚至是說香港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還是這樣嗎 在我們這間 在Logic的話 我們沒有遇到這個情況 沒有遇到這個情況 就是還是會有人帶Yes 可是他們要帶的話 也是沒有關係 只是就是說 是帶那種就是很特別的 就是說 可能就是今天他們 要慶祝自己的生日 帶自己的年份 帶一些就是這種 是很難找到 那些很稀有的東西 那種大酒 真的來慶祝他們很特別的 是 我覺得在我們的店裡面 沒有像大家講的 都很誇張這樣子 就客人也都會乖乖的 付開品費 不會凹 然後 還有人在凹嗎 應該其他餐廳有吧 我覺得 你們餐廳好像 真的客人素質蠻高的 欸我也會去Logic吃飯 我也是素質高的客人 對 對啊我之前有做過 奧客的影片 超多人來客訴 服務業來客訴 說你們客人真的太誇張了 對各種爛事 我有看那一集 有 我一直覺得 哇真的嗎 真的 所以你們都沒有遇到 沒有都很誇張的 我覺得 真的 那在香港會嗎 香港有奧客嗎 應該說 我在店運氣都不錯 就是 其實都沒有到很誇張的那種 真的喔 有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嗎 吃到一半人不見 就是一對情侶吵架這樣子 然後就是女生突然就走了 然後可能半個小時後才回來 還有回來 對 我們以為可能不會回來 對啊 我們以為不會回來 對 吵架OK啦 我以為消失到廁所又不太好了吧 OK啦 OK喔 OKOK 其實我們有些店就是廁所故意做比較大 然後還有放 真的喔 我們有那時候有 然後他還有故意放那種東西這樣子 真的假的 對 你說集團裡面的餐廳喔 有一些店的concept是這樣子 真的喔 這是人性化欸 對對對 就是那個他整個氛圍就是要做那種氛圍 喔真的喔 他鼓勵你來這樣子消費 沒有鼓勵你來做那種事啦 可是就是 那個吃好土最薄這樣 欸這個廁所可以喔 就是他有放這樣 就是真的 哇 就是他們還蠻懂吸引不一樣的客群這樣子 真的 哇真的很會做生意欸 從上到下都很涵蓋這樣子 喔真的 就是 還蠻有趣的體驗 就是你可以學到不同的消費型態 然後去 因為 你知道就是客人消費型態 員工也會不一樣 嗯 像有些員工就是 大死不會去那種店 對 他們就是說他們就是 想要去哪些店 是不是真的會遇到一些比較糟糕的客人 那種欸 通常大家喝月醉的情況下 那種就是酒吧就是喝酒啊 拼酒拼的比較厲害的 就比較有那個問題 所以那時候其實集團有請保鏢啦 保鏢喔 就是會尋啊 防止鬧事啊 喔真的 就是他會尋常這樣子 那但是在你工作的餐廳 因為他是最高級的嗎 應該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的要摸鬼怪 其實都沒有 真的喔 你都沒有遇過 來修入你的 沒有欸 你開了什麼酒 我都比你懂 我來當四九師好了 欸沒有欸其實 真的喔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呃 來這邊就是不喜歡的就會不喜歡 然後他們就說 喔其實我沒有很喜歡 我說喔 就是這樣喔 就是沒有辦法就沒有辦法 可以這樣回嗎 就是沒有辦法就沒有辦法 你死人 所以客人說不喜歡這支酒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下次來來囉 發一張折架就說 欸你下次 這支酒算你便宜五十塊 所以 沒有就是有單倍的話 他不喜歡就試別的嘛 試別的 就是他如果點Pairing 他都不喜歡這個 可是我們設計是長這樣 如果開禮品很貴的酒 就是這瓶就要一萬塊台幣 一萬塊沒有很貴啊 好喔對不起 一萬塊沒有很貴 是我眼界不高 一萬塊沒有很貴 對 沒有啊 所以通常客人 嗯 就是 會點一萬塊的 他們知道自己在喝什麼 他們知道自己在喝什麼 因為一萬塊等於在我們那邊 就是參加只兩倍了 對 所以他們不會貿然照鏡這樣子 那假設真的遇到客人 很不滿意 這一支他沒喝過酒 你會怎麼辦 很不滿意嗎 對 他們不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除非是酒真的有問題 是壞掉 對 那壞掉沒話講 天啊 你都遇到很天使的客人 我們客人都很有Sense 就是他們知道自己在喝什麼 就是他們會知道說 這個就長這樣 他說我覺得狀況不好 我一喝狀況不好 我直接換掉 就換掉 除非就是說 這瓶就是 這個年紀他說 狀況有上有下 就是沒有辦法 我會先跟客人說 這瓶如果有什麼狀況 就沒辦法 就是說這是酒莊直接出來了 對 然後他有年紀了 這沒有辦法 就沒辦法 所以不會說這瓶不算錢 嗯 葡萄酒如果像是 我們在試酒的時候 就是真的有軟木塞感染啊 或是酒瓶 有一些狀況 就會直接打掉 就是軟木塞感染啊 熱到啊 或是保存不當啊 或是他有一些 酒質本身有問題 對 有很多 影響到葡萄酒本身的 那個酒質狀況的時候 他就會換掉 是他品質的問題 對 而不是品味的問題 對 就是你喜不喜歡其實 對 喜不喜歡其實 沒有辦法不算錢啊 你不喜歡也還是要送你錢啊 對 就是經驗說就是長這樣 對對對 那在香港工作幾年 三年 三年 同一家餐廳嗎 同一個集團 同一個空間店 哦 那等於疫情中間 你還是在那邊欸 對啊 疫情應該很辛苦吧 我們那時候就是 就是除了 六點以後不能營業 對 的那一段比較辛苦之外 對 其他時候都沒有問題這樣 就是我在店運氣都不錯這樣 都沒有什麼生意上的煩惱這樣 對 那什麼是 為什麼要離開呢 因為我回來 去到我這樣子 要放閃這樣子 OK 真的哦 所以太太就是台灣人 因為太太關係搬回來 對對對 因為我跟我太太大學都在一起 然後我遠距離分隔很久 真的哦 我在新加坡的時候她在台灣 我在香港的時候她也在台灣 哇 是我們其實分開七年八年 哇 你的太太真的了不起欸 對 我就覺得她不厲害 哈哈哈 她可以忍忍的聊這樣子 真的 她不是餐飲行業的人 不是 真的 她就是做銀行 她就真的才進行做銀行這樣子 我覺得很困難的 因為常常要餐飲行業中人 才能理解這個行業的辛苦 對 很多人都是餐飲業跟餐飲業交往結婚 對 很多主廚的太太都是餐廳經理 不然的話你看不到老公啊 對 哇 她可能也不太需要看到我 人有回來就好 人有聽到敲門聲音有回來就好 你們休假的時間都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啊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 不一樣 那反正你還是為了她搬回台灣了 對對對 你那個時候就到Loji工作了嗎 嗯 對啊 所以怎麼樣 搭上線的 那時候想說就是 也不熟悉台灣市場 然後就大打工啊 然後就是 到處也是到處打工 就是反正 打打工你頂著那個光環那個履歷 朋友來就是介紹一下說 欸我反正沒什麼事 都是打打工這樣 Loji那個時候是剛好沒有試九師嗎 對啊 因為那時候的試九師去法國念書 好像是 對然後我去的時候 是她的最後一天這樣子 喔真的喔也太剛好 然後九天一天 真的 然後就上工這樣 真的喔 所以你就去打工 然後直接就當場錄取變正直這樣 沒有沒有那時候還不是任職啊 那時候就打工這樣子對不對 沒有還沒有確定要留下來 那時候就是打工 然後就是 那時候 因為我們在籌備婚禮這樣子 喔 對所以說還不敢就是 負擔抗命 因為籌備婚禮真的是 要去半條命這樣 要去半條命這樣 要拍婚紗 要挑東西 然後 那我好奇你婚禮都喝什麼酒 我們婚禮沒有喝 沒有喝 我們婚禮沒有喝 為什麼 因為 你無法喝不好喝酒 不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說 那天會很累啊 那天就是大概二十幾個小時都沒有喝鹽 那你給客人喝什麼酒 給客人喝什麼酒 沒有我已經跟來的貴賓就是說 你們沒有酒喝啊 喔真的喔 那我就說因為都是 算是家宴 然後跟同學這樣 就說喔你們來沒有酒喝啊 真的 四九四個婚禮沒有酒喝 我已經挑明剛剛說沒有酒喝 你要喝 我們自己在出去等我睡 等我睡飽 我說我好累喔 我說我那天應該會很累 我就說沒有 那天沒有酒喝我要回家睡睡覺 想到Kevin喝酒去ROGIC餐廳 對 我要回家睡覺 對 好那所以 所以是什麼時候正式加入ROGIC 欸 差不多籌備完了 喔真的喔 所以那個時候就六個主廚 就幾個月後之後 我就說欸我要坐正這樣子 他應該相當相當著急啊 就坐下來聊一下這樣 是 然後Shift就說喔好來啊 他就還蠻乾脆的這樣 喔 等於是兩年半 兩年多 兩年多 對 那 在ROGIC工作的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欸 就是因為 國外主廚嘛 然後就是來這邊的員工素質 其實就是大家都會想海外工作 所以就是說他們待一陣子 就是其實大家都蠻認真蠻用力的 對 很用力 對 你說員工都很用力 因為他們也想說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想出國工作 一定是個敲門專嘛 喔 對 所以就是就是 大家其實都還蠻有野心 就是還蠻努力的這樣子 真的喔 對 大家都想要自己出去 再出國工作 或者是自己開店之類的 對對對 就是都有這些計畫 所以 其實大家工作都蠻用力的這樣子 喔 因為主廚也很用力 對 就是大家知道說就是 因為是亞洲五十大也是兩顆星 就是說 都有聯繫嘛 所以他們知道說如果要去海外 這是一個很好的CV這樣子 是 那 在Logic工作是怎麼樣啊 你每天要做什麼工作 你的一天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思考工作比較靜態其實 喔 就很多時候大家就是看到擦擦杯子啊 然後就走在電腦前面 不知道在幹嘛這樣子 真的喔 然後酒來就把酒收一收 就其實沒有這麼多 動態視覺上看得到的 就不會看到從中在切魚殺魚 這樣子 還是要倒酒到150ml這樣 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要求 沒有要求 所以你不用訓練同事這樣做 我有跟他們講說 就是這個課出來在這邊 我叫他們請他們自己練習這樣子 對 我叫他們自己練習 對 就不會必死他們這樣子 那思九師到底在做什麼 很多時候就是會去做一些資料 會去 思九啊 拼音啊 然後更新一些法規東西 然後跟 跟廠商接洽 然後有時候就是跟他們就是 做一些不同的合作啊 就是說可能請他們拉一些酒進來 或者說請就是廠商一些新的品項 他們覺得說他們想要賣給 餐飲業為主 而不是零售的 就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品項 比較小量 然後他們就是說 可是量很少 就是酒莊希望有幾個餐廳是要的 然後要跟他們合作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庫存的盤點啊 然後叫貨禮貨 然後日常的清潔維持嘛 所以很多文書處理工作 需要吧 對就是比較說是靜態的這樣子 嗯 對 那你要品酒挑酒 對也要啊 可是那時候也是靜態的 就是坐在那邊喝酒 然後大家覺得說好像過得快樂這樣子 是不是有很多酒商會來奉承你 不會啊 真的嗎 大家應該很想要我的酒 可以擺在Logic賣吧 會想要上酒單 可是我就會是說 我們會以菜為主這樣子 先有菜才有酒 因為是Perry嘛 我不可能隨便亂放 就是一定是等六個竹竹 有一道菜發想好 然後會有一個方向 從方向那邊去挑酒 然後挑完之後 就會去篩選去盲測這樣子 就是避免說就是會看標的問題這樣子 哦 對然後去了解一下就是 那個口味是我們要呈現的 然後放在前面中間後面 就是因為 每道菜的順序的擺裂也會影響到 你就是味覺其實是一致會互相影響 開始吃飽之後味覺會越來越燉嘛 所以會互相影響 所以放前面會長怎麼樣 放後面會長怎麼樣 我們要做什麼呈現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餐酒搭配非常重要 在我們那間店的話 餐酒搭配算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嘛 因為吃餐的話 可能很多可能就是會 最常聽到的鮑音就說 哦好像學會的餐很鹹這樣子 可是其實那時候設計是咬一杯飲料 不管是有酒精無酒精也好 那都是一個平衡這樣子 就是一個讓菜去走到一個和諧的點這樣子 那你覺得餐酒搭配是一份怎麼樣的工作 怎麼樣的工作 對於飾酒師來說 很爽啊 很爽什麼意思 因為主廚試菜的時候 他會發想很多各種元素 所以他就會一直拿來吃一直吃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吃一直吃這樣 可是有的人很害怕一直吃欸 覺得就是吃到會膩會想死欸 不會啊 真的喔 那你很適合這份工作 會這樣很快樂這樣子 所以你跟六狗主廚一起工作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他先想菜 嗯對 然後就會跟你討論 他做出來才會跟你討論還是 他會有個大方向 大方向 就還在腦袋裡面的時候就先跟你討論 他就說可能是這個方向的味道 然後他就說元素是這樣 可是細節不確定 因為他會修的很細 對可是就是大方向會是這樣 然後他就會給就是 我就會有一段時間去饒酒這樣子 就是可能就是醬汁的調味啊 然後或是他的配菜 他會覺得說配菜是不是少一個什麼味道 或是說配菜的部分他說 或是醬汁的部分他說 吃起來吃一口跟吃第二口的味道 會不會只有一個 他說這樣太單一了 他說至少兩三個 他說前 他又會說前中後一不一樣 他說這個配菜這樣配起來 會不會吃到後來會不會吃吃不完會不會膩 會不會每一口都有變化 喔真的 哇我現在回想一下 吃他的菜 的確他盡量的會想要做到很多層次 然後每一口都有不同變化的感覺 像這一季主餐的和牛那個 是 他那個時候的配菜其實 他就會想到說好像味道層次太單一 所以他就一直修改 他每個配菜都有經過調味嘛 他就說因為沒吃到不同的層次這樣子 對 就是其實微調的部分他修的蠻細的這樣子 那像這一季 我其實剛去吃 我六月中的時候有去吃 那有一道我蠻喜歡的菜是 用鮪魚中附做的 對然後外面有包一層薄薄的山藥 然後裡面有一些花香 比如說有芳香萬壽菊 然後還有用洛神花果凍 然後又有海葡萄 有這個酸酸鹹鹹的味道 對那 以具體來說以這道菜好了 你當初怎麼樣去配酒 我記得剛開始他發想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他要用鮪魚 鮪魚中附 然後他說會是這個醬汁 他會這兩個元素是大方向 對 然後他就會 然後其他他就會開始 開始修要怎麼處理 這樣他就說應該是這個調性 所以你知道說那個醬汁一定就是 烹煮就是柑橘底 一點形象料 這樣子 然後Tuna他就跟我說是中附 所以你就知道說 應該是 就是這個方向 有油脂 有柑橘 可是 倒數是放在前中後 對 還沒想好 所以就會 知道說 你可能要走比較有點酒體 可是又不能太厚 他後來算是放在比較前面 第三道菜 對 所以就變成說 酒用比較乾淨一點 這樣子 對 那這樣你怎麼樣去挑酒啊 就是 就是會有一坨酒 會有一個方向 從那個方向之後再挑一坨進來 哦 挑一坨 會有幾隻 看Pairing困難的程度 他有一些菜我覺得蠻難的 所以就挑很多這樣子 很難的菜像 像豆腐那道很難 其實我覺得豆腐那道非常好吃 我本來想要講豆腐那道 豆腐那道很難 怎麼說 因為他 因為是黃豆的記憶 你找不到一個以前的reference 哦 真的哦 以我的經驗來講 黃豆的Pairing經驗 對我來講比較少 哦 哦 你是說西餐比較少用 西餐沒有用黃豆啊 西餐沒有用黃豆啊 然後 法國菜不會有豆腐 所以就是我比較不熟悉的元素 哦 所以在Pairing上面的時候 其實試了蠻多東西的 哦 真的 對 那一隻起碼我吃超過快20 應該快20隻 哦哇 所以說 就是菜沒有試到20吃 可是我自己酒 我應該有 會有20個品項 所以說飾酒師 也必須要拓展你的飲食經驗 要要要 對就是 假設你一直都是法國菜配法國酒 那其實你就很局限 那假設 比如說現在突然把你丟到一間中式餐廳 你應該也會很困擾 會嗎 中式餐的困擾的點會是 上菜順序不一樣 哦 他們的結尾是白飯 可是通常 對 西山配酒最重的會是在紅酒的時候 是在比較厚 比較厚段的時候 是是是 那是 順序的考量會有點不太一樣 嗯 六狗很厲害的一個地方是 他講那個味道他方向很準確 很好抓 就是他跟你說這個味道做出來就是那個方向 他不會說講起來 跟最後做起來好像有點就是你會覺得說 嗯有不一樣嗎沒有 其實他講出來就是做出來就是長的樣子 你有遇過主廚講的味道最後做出來不準嗎 沒有欸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容易的task 這是一個花很多學習經驗去成長出來的 是 對因為我們會同行交流啊 就是有聽到同行會講這種事情 哦 對對我同行會講這事情 可是我工作的主廚其實 都跟他有某種程度上想想 就是如果說這個方向就是哇很準 哦真的 都很sharp 所以有遇過同行在講說 欸主廚做出來的菜其實 就是最後風味不一樣 對然後也沒有先告知 然後他說他酒選好 然後結果他要再同行選之類的 真的 會我沒有這個困擾 我至少都沒有這個困擾 然後以前有聽人家在講這些故事這樣子 真的 所以其實你也要面試主廚欸 我不用面試主廚啊 就是你在挑工作的場所的時候 這個這個不然你怎麼那麼好 你剛好都會遇到很厲害的主廚 哦對啊我的遇到就是運氣都不錯就是更厲害 對可是我沒有特別去面試 因為就 就是 比較在這種環境我比較舒服這樣子 對不對就是那種偏那種 就是像你說night club 就提到說怎麼要 對那個我比較不舒服這樣 比較吵鬧那種 我比較不行這樣子 那這樣你有沒有什麼 比較難忘的工作經驗呢 如果你的客人素質都很高 我還是想要挖挖看有沒有什麼 對 在Logic上我覺得在Logic求婚 我覺得算是蠻難忘的 因為它的concept 是吧台L型的 對 所以求婚整個搭圈會看著你 我覺得是 哇 哇 真的 我覺得是蠻敢的 對 可是一樣你事久沒有改變啊對不對 都是已經配好的 對可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求婚 然後就是 在面前求存的觀眾嘛 就是 反正吃完結尾我就是 多送他們兩杯香檳 是ok 然後就是這種很特別的moment 就是我覺得真的是 很需要來一杯香檳 不管他們喝不喝酒我都會給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需要 就幫他們拍個招有一個 對 我覺得我真的就是對這種 勇氣啊 我覺得真的是 哇 取功盡摧 應該不常有人在Logic求婚吧 很少很少 你遇過幾次 少於三次耶 少於三次 少於三次 可是不止一次 對不止一次 就大家眾目睽睽之下 我覺得哇 對 真的是哇 這種table service ok 就是有些人看不到 對對對 可是那種求婚是 哇 那還有什麼 比較難忘的工作經驗嗎 我覺得出外匯算是一個蠻難忘的 喔出外匯 就是一樣菜 你要複製到人家家裡 到人家家裡就是 完全不一樣的儲具這樣子 這是Logic嗎還是 都有都有 喔真的 Logic沒有Logic是屬於出外匯 喔出外匯 對對對 就是在一個場地幫那種品牌這樣子 品牌 我覺得那種出外匯都是蠻特別的一個經驗 那是因為 菜的味道可能會不一樣 還是 菜味道啊 比如說酒的儲存也會有問題之類的 酒的儲存對啊 基本上因為他們都沒有酒櫃 所以就是 可能就是前一天就是直接冰在冰箱 就是那種熱草冰箱啊 然後就是 保存就是蠻有一個挑戰的 因為魚也是需要一個 可是魚就是冰在人弄櫃這樣子 對 所以出外匯其實每一次都是蠻挑戰的 因為他的菜又很講求實效性 因為 和中置新鮮度嘛 又是 對 那些小細節的部分 對 所以就是 出外匯其實還蠻多細節 喔 那就對於四九師來說 出外匯要怎麼做 我的部分的話 相對廚房來講輕鬆很多 因為酒不用過為首嘛 你只要跟他說送到那邊 酒交交交交 你還連倒酒都不用 然後因為外匯他們會有自己bankry的人 對 所以就是去廚房幫忙 白白花 真的喔 你去幫忙用那個捏指夾花 對對 相對比較輕鬆 可是 中間的那個過程其實是 還蠻特別經驗 就是說你要跟對方溝通 然後 選的酒要配合品牌的形象 對 因為品牌那種 高端品牌總是自己的形象這樣子 喔 所以你不能選太便宜的酒 跟價格沒有關係 那形象是什麼意思 假如說它是義大利品牌 你選一個西班牙的就是 那真的大妹 對 之類的 如果你是一個中表皮品牌之類的 然後你要選瑞士酒 可是瑞士酒台灣沒有那麼多 那你要什麼去替代這樣子 喔 蠻多美感的耶 對 那 你有遇過奧客嗎 沒有 但很誇張的 因為我看你的那一集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 哇大開悟眼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集講奧客的影片 對 我自己都覺得我不敢相信 我說如果這樣有地方 真的嗎 林北就不愛走 林北就不愛走 林北不愛走 可是你們同行應該也會跟你講吧 你們沒有聊過嗎 沒有聽過這麼誇張的 就是那些的時候 Oh my god 但是對你來說已經有點傲的 我覺得那已經有 是是什麼狀態 已經有點傲了 有沒有遇過 我覺得就是想不太到 因為你給我那一集想說 真的喔 我真的沒有遇過很誇張 你的命太好耶 可是我看你的那一集的時候 我試著有回想說 以前有沒有遇到很誇張的 嗯 最多最糟糕的抱怨在新加坡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就是客人從頭嫌到尾 先service太慢 菜出來太慢 他又說菜的ingredient不好 然後又說菜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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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是從頭嫌到尾這樣這樣 就是說就是沒有東西好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從頭嫌到尾好像也不是一個很正常的 就是說不可能沒有東西好嘛 就是 你覺得他是故意的 廚房覺得是故意的 外廠覺得是故意這樣 那你當時有第一場 第一手面對這個客人嗎 是我服務的 是你服務的 那怎麼辦 是我服務的怎麼辦 我記得那一次的主廚 就是把客人請出去了 就說不用付錢 就是可以請他離開 真的 那個case就是 主廚就是直接放棄連坐這樣子 所以飾酒師他算是外廠服務的一環 絕對是一環 那就像是我們現在的logic同仁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出酒水這樣子 喔真的 所以就是有時候 我在跟其他主廚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會自己出酒這樣自己服務這樣子 所以其實當飾酒師之前 你要先懂得當一名服務神嗎 是這樣嗎 要吧 因為菜的部分你要知道 不然你賠不了菜嘛 所以飾酒師要非常了解主廚做的菜 你是不是每一道菜 你大概都只要知道做法食譜這些 食譜我記不起來怎麼可能 我就是做法醬汁調味 然後風味呈現 什麼調性 什麼方向 然後他怎麼發想的 對 就是如果外廠講菜的部分 我也都可以講這樣子 只是通常就是 因為外廠能夠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比較專心在酒水這樣子 除非是他們就是嘎不過來 我去幫忙 這樣子 然後外廠是相反過來 就是我酒水嘎不過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幫我出酒這樣子 了解 這個是Logic特殊的管理方式 還是說現在很多餐廳都這樣 因為或者是有的餐廳你去 四九是真的只有來倒酒 或是幫你點酒而已 他是不上菜 也不會說菜 我在的店的話就是 就是如果是管理層經理或副理的話 他們每個人都有 應對酒水的基礎能力這樣子 喔 所以就是Logic的狀況 我們也是這樣的狀況 了解 對 然後 在人員訓練的話 我會跟他們說 如果你會選擇這間地方 不可能就是來這邊 只是要准職商家辦混合飯事 我就很明白跟他們說 欸 我希望你走的時候 會帶一些東西走 我就跟他們說 相處一陣子你也知道說 就是上班會沒練 可是下班之後 我還會找你們喝個啤酒 吃個宵夜之類的 就是說 我完全沒有把這些東西 當成是個人行為不好 我就說就是 我們只是剛才說什麼東西好 什麼東西不好 就是我希望說就是 你離開的時候 你不要 你下一份工作人家問你說 你在哪裡工作 我在Logic 然後我就說 蛤什麼 在哪裡 我希望你可以很自豪說 我在Logic工作這樣子 對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等於是幫 跟六個主廚一起管理 所有Service的人 沒有啦 基本上都是以Shift為主 這樣子 對對對 沒有去管理就是 希望大家把事情做好 這樣子 都是六個六個在管理這樣 我們就是從旁協助這樣子 那你覺得 一位飾酒師 需要具備哪些專業能力 需要有個溝通技巧吧 或是一些就是 解釋的東西 一個是溝通技巧 解釋的能力 解釋的能力 因為 酒這東西你如果看啤酒筆記 你會發現看來看去 酒都有水果 可是那個水果 為什麼跟那個水果 因為 你喝你會覺得說 這兩個很不一樣 可是你看啤酒筆記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都差不多 有紅色水果 有辛香料 有化 好像看起來都差不多這樣子 對 可是你喝的時候知道說他們很不一樣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客人喝之前 讓他說 這東西是很明顯的不一樣 哦 所以你的語言表達是很重要的 對 嗯 相對於廚房來講的話 外場的溝通表達 應該至少要好兩三個檔次這樣子 對對對 你要跟客人知道說 這個酒為什麼擦在這邊 然後 客人會為了好的食物來 可是我們希望每個人一直在回來 對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服務的時候 讓他們感覺到舒服 讓他們覺得說 這是一個 欸 其他店做不到的東西 希望可以他們再回來這樣子 是 他們當然會為了食物來 可是他們回來會是因為好的服務 因為他們知道說舒服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他們如果知道說 每次來都會搞砸些東西的話 他們就不會再回來 因為他們就是會怕出事 如果今天要 呃 週年慶給我女朋友一個話 SURPRISE 說什麼要在甜甜頭上 結果花每次都忘記 之類的 這種 其實他們覺得說 可不可以在女朋友面前回去還要被罵這樣子 換在客人的角度想 就是你要去 呃 去討好你的太太啊 討好女朋友啊 就是 店家的協助也很重要嘛 了解 對 其實你管的東西還蠻多的 這沒有管啊 這就是一部分嗎 嗯 都是一部分 自然而然的 就是協助這樣子而已 對對對 所以除了溝通能力 那第二個呢 還有就是基本的知識吧 知識 因為很多東西是 欸 還沒有發生 可是你要走在前面 前面 因為當開始越來越流行的時候 然後客人某一天 在國外 知識的時候看到 他突然問你這個問題 如果你自己沒有準備好 你回答不出來 你有被問倒過嗎 還是被問倒吧 很容易被問倒啊 真的喔 最近有被問倒嗎 欸最近沒有啊 可是就是還蠻容易被問倒啊 其實就是這種東西 很多 新的知識要更新這樣子 就不知道 我就會跟他說我不知道 像是什麼 是酒款 還是 什麼什麼 釀酒師 他就說什麼 你有喝過這個嗎 他說你有聽過這個地方嗎 他說沒有啊 我沒喝過啊 他說你有喝過的話 你知道在哪裡買嗎 我想買一日來試試看 我說還蠻有趣的這樣 喔 OK 很容易被問倒酒那麼多 那你要怎麼 記得有一個數據統計說 每60秒 就一個新的酒中誕生 每60秒 每60秒 真的喔 大家都這麼想要釀酒賣酒 可是釀酒很不賺錢啊 你知道頭10年那個是不能回收的 對 喔 對 好 那所以酒類知識是一個 那葡萄酒以外的知識 你也需要設斂啊 比如說 需要啊 對很多烈酒啦 或者是清酒啦 因為我看Logic也會Serve清酒 會 對甚至是五酒精的調影 那是Chef做的Recipe 可是就是我們需要幫忙服務 所以 也是需要解釋那個元素那個邏輯這樣子 對 所以這些其他的知識 你也都必須要去學習 對啊 想像一下完整的餐飲體驗是 大概坐下來 或是還沒坐下來之前 會有一個開胃酒嘛 對 結束之後通常會有一個消化酒 對 所以一個 或是咖啡茶 對 這一整個一套的循環 會是一個很完整的體驗這樣子 我們人在講話的時候 一直講會口渴嘛 你三個小時再吃一個Find Nining 我們不可能就這樣子 OK現在有可能 科技冷漠就這樣 對現在是有可能不講話 可是以前時代就是不可能 就是大家不會這麼科技冷漠的時候 就會一直聊天 對 那聊就會口渴 口渴不可能只喝水嘛 對 只喝水的話 就是 你會就是很容易就脹 喝酒才會一直讓你想吃東西 因為酒精會刺激那種腸胃 你會一直想吃東西 就是大家說喝啤酒會想吃東西 那種感覺 對其實喝酒會刺激你的腸胃 會想吃東西 這樣子 所以你就是要去了解 這個用餐中飲料的各種需求就對了 對啊 那你都怎麼樣去吸收這些心智 怎麼去吸收這些心智 各種方法 像是看書啊 上網啊 出國啊 國外交流啊 打朋友傳訊息啊 打朋友傳訊息啊 看朋友發的限制洞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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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你會很焦慮嗎 你會很焦慮嗎 你會有資訊焦慮嗎 不會 忘了就忘了 不然怎麼辦 會很擔心自己沒跟上什麼潮流 不會啊 沒有就沒有 因為你就是潮流 不是啦 哈哈 沒有人可以知道所有東西嗎 嗯嗯嗯嗯 就是這種東西就是放寬心 就是對 好 就是你知道說每天都比昨天進步就好了 嗯 因為FMP是那種 就是剛剛最前面提到的 一學南京嗎 所以你知道說 你越鑽越深會越學越多 可是你知道這個東西是無底洞這樣子 對 對啊 而且會有一個循環就是說 每一個就是一定會有一個新的出來 對 所以就是說 想要做的就是說 不是永遠站在那個高點你知道嗎 就是 你要希望下面的人長大之後跟你一樣 哦 所以就是與其就是一直站在高點 因為 你要把下面的變得跟你也好 目標不一樣了啦 嗯 不是只有你個人 而是你要培養下一代 對啊 像我記得以前就是常常會被說什麼 一代不如一代啊 對對對 就是以前長輩都說 現在一代不如一代 可是我覺得 你會看到說 每次新人進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他們其實在跟我同一個年紀的時候 他們其實做得比我好 嗯嗯 對你會覺得說其實他們有有在進步 嗯 只是因為現在因為你工作的年次比較長 對 所以你看他們覺得他們沒有那麼好 其實他們 跟我們同個年紀比較的時候 已經很厲害了 他們做得比我還要好 嗯嗯嗯 對你用同個年紀對同年紀這樣才公平嗎 真的真的真的 對所以你知道說喔他們又長大 對對對 對 那好那還有其他能力嗎 我們剛剛講了兩種 應該是領導能力吧 領導能力 那個還蠻重要 因為 這個東西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東西 你需要跟 嗯 不同的人去 合作這樣子 所以其實 知識 並不是最重要的 我可以這樣講嗎 知識不是最重要 可是知識是一個你的 底這樣子 是一個基礎 裡面有一個好的底 你做不住好的東西嗎 嗯 飾酒師的領導能力可以怎麼展現 就剛剛提到的啊 就是 各種關懷啊 就是 我希望就是 員工就是 希望他們就是 每天開心來工作這樣 嗯 就像今天不開心 身體不舒服 就是關心他們 就是可能就是 希望他們就是 每天都有在狀態內這樣子 嗯嗯 對 就是因為情緒會感染 會互相影響 當你有在那個狀態的時候 可不可以感受到你的那個能量這樣子 剛剛講到 你並不想一直維持在高點 我可以說你現在在高點嗎 因為 你幾乎 在台灣可以拿獎都拿了吧 或是甚至是亞洲 比如說 你今年剛拿到亞洲最佳十九十 然後 你去年拿到了米其林四九十大獎 然後 你去年同時也是有去比世界最佳十九十大賽 然後拿到了世界第十 世界第十三名 是台灣近年來最佳成績喔 但是在之前還有很多其他獎喔 比如說你2019年 2019年是台灣最佳十九十大賽的冠軍 也是因為這樣子你才有去世界比賽的門票嘛 對不對 然後2018年還拿了兩個獎 一個是法國的亞洲最佳法國十九十大獎 另外一個是這個 ASPI最佳意大利十九十大獎 對 你真的是拿獎機器耶 你比賽機器耶 沒有啊 那個就是一個機會去學習 就是你透過不同的方式去讓自己比以前更好這樣子 就是每天就是做一些不一樣 好會講喔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你需要有不同的外界刺激 在閒聊的時候 你只看文字你可能會進不去腦子裡面 可是如果你透過不同的刺激 就是看圖片啊 或是去用口語的交流 人家講給你聽跟自己唸出來 那個記憶的熟悉度是不一樣的 喔 所以你的學習是綜合的學習 既看書也要現場的交流 你會去酒莊嗎 會啊會啊會啊 還有呢 怎麼樣可以全方位的去學習 盡一切所能嘛 就是你如果同行交流 或是他們來從國外來 然後就是跟他們見面啊 聊一下他們當地的狀況啊 然後看他們最近流行什麼 或是說他們做了什麼樣的轉變 這樣子我覺得這都很有幫助 那比賽跟在餐廳現場服務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比賽到底它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你要怎麼準備 比賽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交朋友吧 就是當你 真的喔不是拿名次喔 拿名次其次啊 拿名次其次 就是你去 我覺得只有冠軍才會這樣講有沒有 真的有拿到冠軍的人 就可以說哎呀拿名次其次啊 我覺得交朋友很重要啊 就是你需要跟不同的交流 因為東西學不完 然後你也知道說你希望就是 就是拿到第一手的訊息 然後有時候你可以透過這些關係 好朋友 他們就是說哎 最近有一些酒商想要推廣到台灣 他們就轉介紹 然後就請人家幫你拿進來 拿一些特殊品項 然後就是 就是讓大家都有的喝這樣子 所以比賽是 你開心我開心客人開心 這樣子 比賽是可以大量的認識 這一些同行 因為他們是每一個國家的No.1嘛 所以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一定都是有還不錯的底啊 有知識啊 就跟那些酒 比如說在殘酒國他們那些聯繫都會很緊密 對 然後跟他們交流 他們就是 其實還滿願意分享資源這樣子 他們會介紹說 新的酒莊 他的朋友 以前是誰誰誰誰誰 然後說其實他們想要推廣到亞洲 他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進一些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 因為Pro酒在哪裡喝不都一樣嘛 就是打開來倒出來 就是Pinot Noir喝起來 在台灣 在我家在跟在這邊喝 Pinot Noir還是Pinot Noir嘛 那個品質就是那樣的 對 可是為什麼會 不一樣 除了主廚的Pairing 讓酒喝起來不一樣 還有一些就是 每個人釀酒手法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喝一些大家沒有看過的 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OK 就是帶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知識 或是說 有一些名不介經傳的 可是後來就是突然爆紅 因為他可能就是 在意大利托斯卡裡的山丘 大概七八代 可是都沒有人知道 可是突然就是被找到 然後就爆紅這樣子 那些人都很值得被提起吧 就是他們當務農的 但是傳承這麼多年 然後突然就會屏障進來 這種東西都很值得 就是很值得被驕傲的提起說 因為爺爺奶奶幹嘛在這邊工作 這樣子 可是都沒有去行銷 所以大家不太知道 然後因為沒有什麼量 這樣子 可是有機會把它帶進來 介紹給大家 這對大家的體驗 是一個很大的加分我覺得 但你是不是還想繼續比賽 尤其是這個世界最佳十九師大賽 應該會在幾年後吧 應該不會下次 真的喔 下一次是不是 明年 明年 明年還後年 他三年一次 可是2023才比啊 所以是2026 25 對 2526 所以你是不是想要更好的名次 會想 會想 對啊 就是想幫台灣再爭取一些比較好的名次 但是這個比賽他怎麼比 你要怎麼準備 範圍很廣耶 就是沒有辦法 有個缺切的準備方式 不外乎就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理論啊 拼飲操作 可是 變化每次都很大 這樣子 就是很劇 劇劇劇這樣子 真的喔 他會怎麼出考題 你可以舉個例子 怎麼會出考題喔 他會問所有飲料都有可能 他可能問你水耶 水也會問 對什麼水的硬度啊 喔哇 水的品牌啊 啤酒的製程啊 哇 可能要問你燒 燒咒啊 清酒釀法啊 不只有葡萄酒 喔真的 然後葡萄酒的歷史也會問 地理也會問 可能突然問你土壤這樣子 那可以把7GBT拿出來 不算問你土壤這樣子 嗯嗯嗯 對 然後問你土壤 然後盲測可能就是說 你現在要三杯酒 有三杯 有三個土壤 你可以講這三個是什麼土 然後你要酒要match那個土壤 哇 然後拆這什麼葡萄品種 什麼國家產區這樣 之類的 然後石座就是仿餐廳情境題嘛 OK 其實真的比AI還要難耶 因為AI還不會喝對不對 你還要喝去辨別的味道 對啊 你接下來還有什麼目標嗎 因為像我們剛剛節目前面也有提到 還有另外兩個很厲害的頭銜 一個是Master Sommelier 另外一個是Master of Wine 這兩個也是你想追求 一個就可以了這樣 一個就可以了 對一個就可以了 對 是其中一個有達到就好了 對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真的 那這個要怎麼樣準備 你有一個時間表嗎 就自己要自己做讀書企劃 因為那個到最後一關都是 他沒有給你一個範圍的 他是沒有範圍的 他就變成是要自己讀書這樣 時間要自己去安排的 所以他考的跟我們剛剛講 世界最佳十九十大賽一樣嗎 不一樣 會屬於比較沒有到要把你弄倒 那種感覺 世界賽是要把你弄垮 就是所以看誰知道比較多奇怪的東西 這樣子 會走很深 然後會走一些 就是可能這輩子用不到 或是這輩子看過一次這樣 然後開始就要記起來 是 對 那兩個是考試他希望你pass 喔 他希望你去拿到這個文品這樣子 了解了解 跟你想比賽是你要踩過其他人 那個狀態不太一樣 所以都會有一些study group幹嘛 就是大家想要一起過這樣 嗯 所以那個小圈圈其實就蠻緊密 大家會一起努力這樣子 喔 台灣有這樣子一起在準備的人嗎 有有有有 所以你有加入那個小圈圈 對對對 就是大家會準備這樣 台灣有多少人想要考 其實都蠻多都蠻有興趣的 都是在業界的人嗎 對對對 就在餐廳服務 對 那對於自己的職呀 你還有什麼目標嗎 比如說 要在什麼餐廳工作啊 或者是你可能 以後不要在餐廳工作 你要自己創業之類的 不會吧 在台灣應該就在rogyrogy這樣 真的 OK 對就跟 對我看就是 做的規劃 然後一起努力這樣子 OK 對就是看能不能做更多 然後一起 努力朝那個方向前進這樣子 那你怎麼看待 市九市這一行在台灣的發展 你是看好還是覺得 欸要飽和了還是 還沒飽和吧 到處在缺缺人 到處在缺人喔 到處在缺人我覺得 對啊 潛力很好啊 潛力很好 你會鼓勵 對於飲料有興趣的人來參與嗎 會啊 然後 我覺得他們有機會 可以出國念書 出國工作一陣子再回來 可以帶進不一樣的視野 我覺得是 非常好的刺激這樣子 對 你會怎麼樣建議 這些年輕的市九市志願者 就是出國工作一陣子啊 出國工作 可以出國念書 可以出國念書 不能出國念書 都還挺好的 現場經驗很重要 現場經驗很重要 對 然後 要跟一個團隊一起工作 就是 不要一個或兩個這樣子 OK 跟一個團隊這樣子 所以在一家 正正式式的餐廳工作 是很重要的 就比較完整 有個四個五個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 對 他們的學習啊 質疑啊 然後剛剛提到一些 知識以外的東西 會有幫助 嗯 你說領導能力啦 溝通能力啦 對 對嘛對不對 嗯 對 像我以前有遇過 在一個店裡面 40個員工的餐廳 可是有23個國家 所以那時候溝通的技巧就很重要 哦 23個國籍的員工 對 所以溝通的技巧就很重要 就是假如說 呃 OK 你跟廚房打一個訊號 table one left 或是table one away 他們可能會有兩個反應 菜要fire 或是以為那個客人去廁所 會同時會有這兩個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會建立一個共同語言 這個是什麼意思 哦 那是什麼意思 那個時候的建立意思是說 客人離席這樣子 哦 可是 也有其他文化的 他們來剛開始剛on board的時候 他們說 我以為是要fire菜了 哦 我以為是要走下一道菜了 對 對 所以剛剛來的時候就會有點 所以大家會建立一樣的語言 對對對 但是這個是很國際化的狀況 你覺得如果在台灣工作 會遇到這樣的狀況嗎 還是你看好未來 可能我們也會有很多國籍的員工 會吧慢慢吧 慢慢 對啊 而且就是台灣的情況其實 發展還蠻多元的 雖然說缺工蠻嚴重 就是對 缺工是蠻慘的這樣 你還是看好台灣的fine dining嗎 看不看好嗎 煮不太清楚耶 對啊 整體大環境 我覺得還是正面的啦 OK 今天非常感謝Kevin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對 雖然很想要努力的挖他奧客的秘辛 但是因為他都遇到天使的客人 只能說他太豪命了 不過Kevin真的非常優秀 那不僅是 我覺得獎只是一種表征啦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 而且我覺得說得很好 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進步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謝謝 謝謝Kevin 謝謝李子妮 謝謝 好那如果你想聽更多 這一類餐飲產業的秘辛 還有訪問這麼優秀的餐飲者的話呢 一定要鎖定我們的頻道喔 那最後Kevin跟我一起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要按讚訂閱 看起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